為了喝這一口沒有含鮮的水 台北市民足足等了超過30年 之前實在是太慢了 還是怕到 又怎麼這樣 美國68年以前 從住家的這個配水管 連接到住家的給水管當中 其實是由我手中這個鮮管 所做連接的 因為健康的關係 現在通通改成了不鏽鋼管 68年以前建築物 就是使用鮮管 大台北共581公里牽管 北水柱直到92到104年 才大量派換 12年換424公里牽管 等於一年才換6% 35.3公里 還有157公里牽管 怎麼會換這麼慢 我手上這一份 就是北水柱人員 在進行牽管換製的地圖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銀色的部分就是牽管的位置 但是這份地圖 並不是那麼的詳實 可以看到在西原路2段 260一向這邊 其實挖住了一條牽管 但是地圖上並沒有裸列 這份牽管圖資 是90年北水柱統計的牽管地圖 標注L代表底下有牽管 特別用螢光筆畫起來 這是第一優先 鈦幻路段 但不一定每個牽管都有被助記 像是施工這天 就意外發現 地圖上沒羅列的這個牽管 在鈦幻的時候 沒有把牽管全部挖除 所以才會在地面下 會留存一些牽管 圖字不一定準確 增加鈦幻難度 水管屬於基礎建設 埋在底下1.2米 是最深的管線 後來建置了瓦斯電信管線 野昌沿著水管上方鋪設 要換牽管 只要其他夜管單位不同意 就得再協調 其他管線單位都要求我們出錢 我們要他牽移 他要我們出錢 本來就麻煩了 你可以找人找時間來做 早期民眾對牽管危害健康 警覺性不夠 也讓換管人員很頭大 施工封路 從早到晚影響住戶通行 更別說機具的噪音 1999抗議電話接不完 更有不少住戶 不願配合移車 人參鼎沸的市民夜市 師大商圈 饒河夜市通話街 北市知名夜市商圈 也都有牽管 但為引發關注前 換牽管動輒一星期 店家抱怨生意根本不用做 全台3萬6千戶含牽 大台北3萬戶是最大宗 北水數將原先10年泰換時程 縮短到3年 換管計畫不止官方 亡羊補牢 恐怕也得靠民意去學